它們有一個Milk Oil 它以前有 真麻煩 等一下不好意思 我發現如果忘了關麥克風 我每次都要幫忙一下 可是我突然找不到 它關麥克風的 Auction 在哪裡 太詭異了 以前都可以找到的 我突然找不到它關麥克風 太詭異了 總之那個 奇怪 是不是我的功能被回收了嗎 以前我記得有一個 簡單的關全部麥克風的 按鈕突然不知道躲去哪兒 不過那個人好像自己已經關了 我就算了 不然覺得它好像沒有 Google那麼簡單 不過我可能考慮一下好了 有人可以幫我找到方案哪裡嗎 有人傳了一個 是圖片給我嗎 對對對 我在找這個選項 熊熊找不到它 因為我在Contation的狀態 真麻煩 而且我剛剛發現一個有趣的事情 是 現在都很麻煩 就是我其實 為了要連回系帳 每次都要用那個 那個那個那個 那個那個什麼 那個那個 那個那個 那個叫什麼 VPN 有時候忘了關了 這個可能連線剛剛 不知道會不會 lag 不過我感覺好像那個 那個麥克風那個問題已經解決 我就不管了 好啦 所以總之那個 我們大概前面要講的是說 到K條的時候要N的K次方 所以它其實可能會是一個 我們之後談到的那個NP 它的問題 那第二個例子 第二個例子 其實 我先講一個 這個 這個 反正有兩個 各位都可能聽過很熟悉的問題 那這個叫做 substance problem 那它的問題是說 給你一堆正整數 然後 它有一個目標的數值T 然後請問你在從這堆正整數的機會 和中 是否可以 組合 或者它的總和加總起來 會是 這個目標值T 那所以比如說S 如果是這麼一大頭數字 T是3754 那就問說 請問這一頭數字裡面 有沒有誰加總起來 會是T 那當然答案會是yes 會回答yes 就是因為有1 16 64 這 7 可能有八個數字的組合 它加起來會是3754 所以這個回答yes 那換個反例 比如說 如果S是124 那T是8 那當然你就 電腦就回答no 那這個問題是這樣 就是說請你寫一支小程式 可不可以幫我找出這種組合 它加總起來會是等於T 就是 這個問題就是這麼簡單 那imput 注意是一個整數集合 跟一個T 好啦 那這個問題 請問 它當然放在這個Dynamic Programming的章節啦 所以 某個程度就是 怎麼講 它就是 就是 影射告訴你說 嗯 這件事情 可能可以透過DP去求解 嗯 那請問 怎麼個DP法 嗯 好 所以 反正今天第一個問題啦 我們請那個 明天要去打比賽的同學 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回答一下 因為這個在比賽算是送分題啦 嗯 就 就 就 欸打比賽的我看一下 打比賽的有誰啊 講一下有兩三個啊 53號是誰啊 五十三號是誰啊 嗯 忘了53號是誰 應該要看一下 欸 53號那個 剛剛那一題 請問是 你的看法是什麼 嗯 欸我 我好像有點忘了 忘了 忘了 我 我重來 就 它這個幾乎是 很長出的一個 送分題啦 就是 給你一堆數值 就是一個 一堆數字的那個 集合 然後跟你一個目標的 呃 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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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一個 就是代表你要 呃 目標的一個數值啦 那問說可不可以 找出某些數值的組合 加起來會是 T 3754啦 好 所以像 第一個case 這樣就會回答 yes 因為可以找到這種組合 就後面如果你乖乖加起來 應該會是3754啦 但如果給你像這個 嗯 第二個例子 4加1 這個就 大家在想得到嘛 加最多就是7的 所以它一定會回答no 那請問怎麼去解決這問題 這樣聽得懂嗎 就是 我聽得懂 嗯 然後這個問題 其實它是很經典的 DP的 的那個那個 對耶 算是一個經典的DP啦 然後 是不是有意味是 可不可以加起來得到那個數字 嗯 嗯 我有好像有點印象 所以應該之前多少都看過啦 所以你打比賽 打幾年了 你參加幾年了 欸 那是三年 欸就大一的時候 然後我現在大 大一就開始 那你跟誰組隊 欸 跟王 以前啦 以前跟王千進 哎呦 你們這次分到揚標了 沒錯 因為我太不認真的 他瞧不起你 覺得你拖累大家 我沒關係 我會警告他 哈哈哈哈 不會啦 你們去打比賽 大概都已經 都已經很優秀了啦 這都沒有什麼問題 就是 就是正常的學生 我也知道 不會想要去 練這些事情啦 但總之他 他的影響 我覺得還是正面的啦 撇開可能要多花很多時間啦 就是 不管有沒有得名次 我都覺得這是個好的事情 好 所以總之 這個 糟糕我剛剛要翻譯你講的話 哎呀糟糕 這個翻譯有點難 糟糕我突然忘記我 我以後用Mac 不好意思 我應該下次要記得 把 去實驗室把我的 iPad帶回來 好 不好意思喔 我突然發現 這個我要畫你剛剛講的東西 有點難 你剛剛已經有暗示出 說要一個二維的DP對不對 是吧 我這邊 借一個表格好不好 咦為什麼沒有反應 可惡 嚇死我了 我覺得我電腦好像要重開機了 Lag的嚴重 咦 好 所以不好意思 剛剛 五十三號同學 你說的二維 可不可以再用這個例子再講一次 我們用一個比較短的 不然那個太長了 我這個T再改小一點 改三好了 好不好 那個王同學 你可不可以再講一次 你的兩個維度是什麼 那個五十三號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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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維度 兩個維度是什麼 你的DP的 剛剛現在你有講 一個是就是 比如說一二四 一二四 一個就是一二四 就是玄悟不許 對 然後呢 然後上面那個就是 一到要加重的 對 或是如果把它弄到四好了 剛好已經開好四個了 所以這意思就是說 其實精準來講應該是說把這個 好啦 我抱歉我講的可能有點快 但是DP的精神就是把大問題變成小問題 那我們最大問題當然就是一二四 然後T是四 所以是在這一個 對不對 就是假設左邊是 左邊是這個S 然後上面這個一二三四是這個T 所以 這樣可以看得到嗎 我把這個拿掉好了 嗯 好 所以總之剛剛他講到一個重點 就是 上面這個是T 那我們目標在最右下角 一樣都沒有變 嗯 然後左邊是S 好 然後 我們真正的 原本問的問題是 是在最右下角就是 就是在這一個 所以這個其實代表原來的大問題 那他怎麼拆解 其實你會發現 他拆解 很關鍵 應該說很單純就是 你剛剛講的一句話叫什麼 選或不選是不是 是嗎 所以就比如說是這個數字 嗯 請問我要不要考慮他 哦 好尷尬 我選擇 基本上你可以 選或不選 意思就是說 要怎麼形容 就是 你可以考慮要這個 是這個數字 或者是不要他 不過我發現選這個數字 好像 瞬間感受不到 那個DP的精神 對不對 所以 我試法改成三 會比較好 還是其實也沒差 嗯 好 總之如果4的話 當然各位都會知道 如果我選他 如果我選他 然後 我的指問題會是什麼 就是特回到說 我只剩下12 然後T-4-4是0 可以嗎 因為我現在選了4了 假設我現在選4 所以我的目標數值已經有4了 所以不就把目標數值扣掉呢 他就是剩下0 我這邊應該多畫一個 所以其實 0的那一個就是什麼都不選 所以就一定可以 所以就是有一個可能 就是0加4 我就會得到4的這個答案 換言之就是說 這個例子 嗯有點尷尬 他剛好耶 哎糟糕 我應該選一個更 更 我應該想一個更好的例子 想看有什麼 可以讓大家更有感的 好了 總之 這個上面的矩陣呢 就會代表 yes or no 就是說我可不可以兜出那個數值 比如說舉個例 比如說如果今天T是1的話 那這邊就會意思 yes 啊氣死我了 就這邊我會兜出 yes 因為我可以 湊出這個答案 但是我可不可以湊出2 當然不行 no no 那當我有1跟2的時候 我會不會湊出答案當然是yes 就是 抱歉我就直接算過去 可不可以湊出2 也可以 yes 然後可以湊出3 也可以 可不可以湊出4 不行 所以其實真正的算當還是Buttona DP 剛剛 我發現我 我好像 走得有點快 所以總之 嗯 嗯 總之就是剛其實是假設我Buttona到這一格了 我應該偷偷把表現填好 然後這時候我要去問說 哎那我可不可以 我現在的問題就是 我有一二四的三個數字可以選 我問可不可以兜出4 所以問題是這個樣子的 那答案當然是可以就是 一個可能就是你要 要嘛就選4 要嘛就不要4 要嘛就不要4 那不要4的話其實就是 回去這一格去看 但如果你不要4的話 其實你兜不出4 就是 所以一個case就是從上面那一個0加上 好 而且應該說上面那一個就沒有辦法 所以基本上 但是因為你這個可以選4 所以就還是 啊 就這一題其實你還是可以 啊 回答yes 好啦抱歉我剛剛講的快一點 但是實際上是Buttona第一批啦 但只是我們最終的目標是躲在最右下角這裡 那他的拆解方式其實就是 看最後一個東西 啊 數字你要不要選他 選或不選啊 我們可能要再看第二個例子 然後思考一下 不過這有點難 可能看一下 當初3好了 這個case好了 這可能會比較有dp的fuel嗎 嗯 那我思考一下 好 這可能會比較dp的fuel啊 啊 就是 哦 點錯了 就剛剛這個3為什麼是1 它其實是2加1 主持 但實際上是怎樣 就是啊 我目標數值是3 那我現在的最後一個數字是2 所以如果我選2的話 那t就是等於 會變成3-2等於1 換言之我要到1這邊去看 然後會發現 欸可以 我可以兜出這個目標數字 因為1就代表可以 所以這個時候你就可以回答yes 嗯 1就代表yes 我可以啊 成功的組合出這個3 當然真正的答案就是 因為當初這個1就是1自己啦 然後1加上2就可以兜成3 那你可以想像剛剛這個邏輯 其實套在任何一個 任何一個那個那個 就像剛剛這麼複雜的 或是說比較大的數字 其實也都沒問題 比如t是3754 那s是這麼多數字 那就照開啊 把s的那個table 把它開一開 然後t一樣 把它寫到3754 然後 就是像剛剛那個玩法喔 你就總有一天可以算 算3754 誰 有沒有人可以組合出3754喔 好啦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 叫subset上的problem喔 但我可能要往前目了喔 其實這個subset上problem 跟各位之前學的一個 大家可能大部分都聽過的問題 叫背包問題是 基本上本質上是一樣的啦 那背包問題當然各位應該幾乎都聽過啦 就是說它這個背包問題有點類似剛剛那個subset上 再加上一些外的東西喔 因為subset上比較簡單 它就是N個數字 那在背包問題一樣也是有N個item 有N個那個東西要去組合喔 但差別是在於說每一個組合的呢 它有兩個參數喔 一個是權重 一個是權重 它的那個物品對應的價值喔 那它的 有一個比較類似的限制就是 它有一個w 這個w就是 剛剛 類似剛剛講的那個t 因為它希望你那個背包重量最多不能超過w 就或者是剛剛那個t啦 換言之就是這個weight加起來 不能夠超過那個w喔 所以 所以比如說舉個例喔 如果今天我這個w是等於 等於8好了 那我就不能全拿 這item123我只能最多拿12 13或者是23 我就不能夠全拿 所以這個是一個限制在那邊 那但在這個限制下 依然可能會有很多種組合 所以它問說請問哪一種組合可以組出最多的價值喔 所以剛剛如果暴力去窮舉它 12是得到 12的組合得到4 然後13得到6 好23得到8 我加錯了 不好意思 重來一次 加成weight 12 看起來剛剛我加錯了 1加上2的話會得到 它的value是14 我剛剛加成weight了 2加3的話 它的value會是11 然後1加3呢 它的value會是13 所以其實第一名 抱歉 那個應該說最佳解法是1 就是1加1和2的組合啦 因為它的weight依然小於w 但是它的總total的價值是最大的喔 好 所以這個背包問題其實它的接法就幾乎跟剛剛那個subset上一樣 就是說如果有一個item 基本上一樣的就是其中一個維度就是剛剛那位同學講的一定是瞄準那個item 就是看那個最後一個item你要拿或不拿 如果你要拿它那個item 比如說好 如果以3號item來看好了 最後一個item是它 那我的最佳解只有兩種可能 要麼我最佳解裡面包含這個3號item 或者我最佳解不包含 那如果我最佳解 怎麼會一直這樣 如果最佳解包含3號item的話 那我的背包就必須先扣掉它的重量喔 所以那個類似比如說背包會變成8減5等於3 然後同時我去考慮那個只剩下前面兩個item 然後背包重量剩3公斤 我還可以裝什麼東西 然後就可以層層遞回下去喔 所以基本上概念是一樣的啦 就是利用這個一個維度是這個item 要選或不選 另外一個是這個重量 這個重量就對應到剛剛類似剛剛的t 如果我選的那個item 我必須把那個它對應的那個重量扣掉 然後殘餘的這個重量去問 递回去問那個更小的子問題喔 所以一樣的它是一個俗稱二維的dp可解的問題 所以這個就是各位大概可能在 大學部的也算法幾乎應該都會交到這個背包問題啦 那它實際上的那個地毀就是像我剛剛講 一個維度是那個item喔 它這邊叫K 另外一個是背包的size叫W 那就是要選或不選 那這個是個special case啊 就是如果你物品重量比背包還來的大就不用考慮了啦 但總之這剛剛我講其實下面這裡喔 就是要嘛你選DK個item 那就是右邊這一個 那你看你背包重量會減到WK 然後加上BK是那個DK item的那個價值 或者是你完全都不要那個DK個item 那你就直接背包重量還是W 但是你現在考慮的那個問題還是有縮小 因為DK item就是確定不要它了 因為最佳結束手這兩個可能 所以你只要這兩個可能再一直不斷的往下去地毀 你的問題就越來越小 然後最後就會變成是 一樣的就是剛剛各位看到的很熟悉的二維DP啦 那目標一樣是在最右下角喔 像它這個例子是N等於4 有四個那個item喔 所以這個它應該是列在上面這一排喔 4在上面喔 另外一個背包的重量會是5 所以會在另外一個維度5 所以我從這邊一樣的就是要選它或不選它 一直詞毀 詞毀到最後你會發現 我就是必須要從最簡單的問題開始 那什麼叫最簡單的問題 背包重量只有一公斤 然後只有一個item要考慮 那我來看可不可解 所以其實這個問題要解 其實要仰賴這麼多指問題都有答案 它才有答案喔 所以這個是一個DP的一個特色啦 然後它其實 某個程度你可以說它是在窮舉 但它是比較有智慧的在窮舉 因為它只窮舉那些 對於這個最佳解有幫助的指問題喔 注意它就是 也有人說它這個也是很暴力啦 我們只是說它比較有智慧的暴力喔 就因為另外一種暴力就是2的N四方去窮舉它 就是把所有的item N區1、N區3去2的N四方圈看過 但它稍微有點不太一樣的是 你會發現它就只看說 我每個大問題需要仰賴哪些小問題喔 只窮舉那些小問題而已喔 好啦 所以我們就還是乖乖把例子看完好了 因為反正我們的通篇都做了喔 所以總之 這個是 抱歉這個是背包重量一公斤 然後房間只有一號物品 然後一號物品它的重量跟價值寫在右邊喔 兩公斤一號物品 注意這個一是指一號物品喔 所以它的重量其實是在右邊 兩公斤三塊錢大概是這樣 所以當然是不行的 因為我背包才一公斤而已啊 所以一定要等到兩公斤的時候 我才可以裝第一個item嘛 雖然實際上你可以dp再去看它啦 就是我選了它 所以我一定得到三塊錢喔 然後三公斤 背包兩公斤扣掉二 這樣零公斤喔 所以就是這邊吸食指都是零 所以這邊就沒什麼好看的喔 所以一開始這邊 因為後來背包越來越大了 所以我偶爾只都一定可以考慮一公斤喔 那我們來看一下那個會有點不一樣 應該是在這裡的喔 這個時候我們看這個指問題 它是背包三公斤 然後房間有兩個物品 可考慮 那一樣的不管它 就先考慮最後一個 所以最後一個二號物品呢 它是幾公斤啊 喔 它是三公斤 然後呢 它可以得到四塊錢 嗯 所以這個時候 你會發現有一個可能可以考慮的 喔 因為三公斤可以裝得下 我目前的背包尺寸三 所以這個時候 所以這個時候 三減三零沒有問題 那所以我可以得到四塊喔 那我會比我原先的那個問題 這另外一個case就不考慮兩 不考慮二 不考慮二的話 其實就是看左邊這個數字 C比較大 4跟3這樣 4比較大 所以這個馬上就升級成4的喔 所以下面也是一樣喔 下面也是一樣 那最後這一個7 我們把它看完它就好 7的話 它其實是背包五公斤 然後房間有一號二號 那一樣的再玩一次 這個最佳解釋什麼 要嘛要二號要嘛不要 所以假設考慮二號我要二號 好那五公斤扣掉三 所以我還剩下背包兩公斤 然後我但是我一定可以得到 二號的四塊錢喔 所以五減三是二喔 所以背包現在是剩下兩公斤喔 是在這裡 然後房間剩下一號物品 所以其實它在 它需要的那個質問題答案就是這一個 喔那已經算好了 因為這是比較小的問題 那當初在這一個的時候 我們已經求得最佳解釋三塊錢喔 也就是說背包 重量二房間只有一個 一號物品的時候三塊錢 所以馬上我可以把這個 殘餘的這背包重量 還可以再獲得三塊錢 然後加上四得到七塊錢喔 那另外一個case就是 欸我不要 我不要這二號直接拋棄它 那沒有比較好啊 如果拋棄這個二號 把五公斤拿來裝一號物品 我只能得到三塊 所以三跟七 馬上比下去立馬高下 它就會得到七塊錢 也是更好的答案 然後這個就 會是目前的那個最佳解 那一路的往右一直算過去 就結束了喔 所以 所以這個是一個大家熟悉的一個背包問題 你會發現 一樣是二維的DP 然後 然後 然後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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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那個那個 精神基本上跟剛剛那個 subset上 幾乎可以說是完全一樣的啦 好啦 那我大概review完了 然後 一個小問題 當這個通常DP的那個時間跟空間都很好算 如果我們今天問說 請問今天這個 DP它的那個 時間複雜度是多少 那大概沒有什麼好講的喔 以big O來看 它是N乘上 W W如果是大寫 好了 總之就是 物品的重量 那個 item的 個數 乘上 背包的size 因為好 因為我開的這個二維矩陣是 是怎麼講 它是一個 就就擺在眼前嘛 這兩個維度就是N跟W在定義的 所以時間跟空間 time跟那個space 全部都是NW 沒有什麼懸念的 好 所以這個沒有問題嘛 好 好 那最後一個問題來了 就是 今天這個問題 我也有另外一種解法 就是 我 直接去 暴力 啊 其實 暴力去窮舉它 糟糕 我不好意思 讓我再寫一下 我還有第二個解法 這是第一個 DP的做法 第二個解法就是 就是 就是 try all combination try 這個可以想像嗎 就是 所謂第二個解法就是 反正我總共有四個物品 對不對 那我就是 一個一個去試 什麼叫一個一個去試 好 物品一 物品二 物品三 物品四 然後可以 你看 我try完這個組合 我可以得到三四五六 我可以得到六塊錢 然後再來是 1加2 1加3 1加4 2加3 3加4 1加3 1加4 1加3 1加4 1加4 1加3 1加4 然後也有最後一個 1二三四 全部的組合 所以這個總共有多少個 這種排列組合總共有2的N次方總 如果我暴力的去把所有的那個 這個叫做try all combination 就好了 就是把所有的那個N個item全部穷取出來 我會得到2的N次方 嗯 這個也是個演算法 對不對 所以我們可以仔細算一下 如果N是4 N是4的話 那這樣大概多少 16 大概約16 對不對 如果N是4的話 像爆窮大概是try16個組合 如果是這邊的話 大概是4乘上w 嗯大概是20 約20 好像沒有其實 如果 你會發現其實好像也沒差很多 就是撇開有些小細節我們不要算了 總之就是如果大看粗的 直接看compressity這幾個重要的參數的話 你會發現這個暴力窮局 跟剛剛聽起來比較有智慧的 這個dp好了 我們就直接寫這個 把它改成dp 2d的 精準來講是二維dp 好像也沒有差很多 好啦 最後一個重要的問題來了 請問這個爆窮 try all combination 跟二維的dp 誰比較快 嗯 又該到我們的happy hour 我們的happy hour 就是 來發一下俄羅斯輪盤 噔噔噔噔噔噔噔 欸我忘了全部顯示了 不好意思 再等我一次 好 好 開始滑 嗯 好 曾博輝 博輝先生 是我自己的學生 呵呵 博輝先生在嗎 來 在 你覺得剛剛你有在dp嗎 有 好 那你現在懂剛剛講的二維dp嗎 嗯 以前你有學過嗎 有 有學過背包嗎 應該有印象嘛 那剛剛二維dp的話 大概就是很簡單 這個二維矩陣 n乘w 然後全部爆窮的 暴力窮矩大概是2的n次方 那請問你覺得stay比較快 我覺得dp比較快 dp比較快為什麼 如果 呃 就是數字如果很大的時候 應該會是dp那邊會比較快 嗯 嗯 很好 有沒有人有第二個看法 謝謝啊 看起來是有在聽的 抓個女生好了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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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划不到女生 女生總是比較難划到 真的耶 太難了 啊太難了 嗯 好 不好意思那個 那個 欸怎麼發現 大學部來修的都是女生啊 欸所以女生集中在大學部耶 magic 好 不好意思那個 我可以問一下第一位同學 鄧榕有在嗎 這應該是女生吧 鄧榕同學 咦 他其實沒有來 嗯 嗯 我發現其實我好像應該是要看有來的 因為有來 可是有來的要怎麼去看到全部的 的那個那個名單啊 喔 那這邊打開 欸 所以那個鄧榕沒有來 好 我們換下一個 那那個一鏡呢 陳怡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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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怡鏡有在嗎 嗯 在 喔太好了 啊你之前修的演算法是修我的還是修其他人的 喔是修老師的 喔那太好了 那你對這一題應該可能會有一點點印象 因為幾乎每次我講到這邊一定會問這個問題 就是這個A方法跟B方法你覺得誰比較快 就剛剛你有聽嗎 二維DP那個 你有你有聽懂嗎 感覺沒有聽很懂 沒有聽很懂 就是二維DP你有印象吧 就是背包問題一個幾乎大家介紹都是啊你開這個二維的DP表然後開始慢慢算算算算算到右下角下課 那另外一個方法就是你直接暴力窮局 我有四個item那總共二的四次方有十六種排列組合嘛 那每個去看說他的價值是多少然後有沒有小於W 那最後我一定也可以得到那個最佳解嗎 那這個會二的N次方 那我剛剛問的問題是說請問二的N次方跟這個NW誰比較快 這問題就是 這問題清楚嗎 你有講話我沒聽到嗎 聊天室有沒有人回答 聊天室有沒有人回答 其實大家其實都在睡覺嗎 太神奇了 嗯 那個 欸 宜靜你還在嗎 我在 剛剛斷線 斷線了 你是在 你們 你的寢視還是在 在 在細管 在視訊 在 在你的寢視 在 過你的真的是lag 的 嗯 有沒有其他人要幫他回答 因為剛剛有一個人說一定是DP比較快啦 我只是問說有沒有人有第二個答案 那個 還有一個大事的 我們大事來蠻多人的欸 欸 鄭雨晨在嗎 呃 喂 喔 欸 雨晨啊 你好 欸 欸 那個 雨晨以前你是修我的嗎 對 喔 那這個問題你有還有印象嗎 我記得我應該每年都會問的 欸 就NW跟2的N之方誰大 我覺得是DP比較快 為什麼呢 因為 呃 DP感覺比較厲害 沒有 因為NW 應該是比2的N之方小 基本上 很多在N比較大的時候 N比較大的時候 嗯 嗯 好 大概知道你在講什麼 可是我總覺得你自己仔細的邏輯 聽聽看你自己剛剛講的話 你就會發現其實 你的NW要比較快 有很多條件要成立 你有沒有發現你剛剛在講的時候 第一個啦 但另外一件事是這樣子 啊 不要以為名字好聽就比較厲害 就不要每個東西前面加上Machine 任何AI 就一定以為他很屌 很多都很北蘭 不要去被騙 那個根本就是不用那個用科決定術 也可以幹的一樣好 如果你選到很多很好的東西的時候 啊 這個 這個問題其實 啊 也是有個謬思啦 就是啊 因為我們很多被怪數的概念 欸 Danet Programme 好像是一種 比較有小問的技巧 相對於其他的報收啦 啊 但是不要被這個騙了 就是這個是一個 嗯 對 就不要被那些奇奇怪怪的 奇奇怪怪的 專有名詞被糊弄 就是因為我總覺得你剛剛自己講話已經隱約透露出答案了 嗯 只是你刻意去忽視你自己的 啊 對你你所講的 你剛剛好像有說一句話叫什麼 NW 當什麼 N比較大的時候 對不對 N比較大的時候 嗯 那請問另外一個面向呢 它是NW啊 就是你講完一半了 那W很大時候就會 2的N稍微快一點 對啊 不就是這樣子嗎 你有沒有發現它根本沒有一定嗎 不是嗎 就邏輯上 其實你自己剛剛已經完成一半了 所以這個東西本來就是雞蛋跟蘋果嘛 因為你看一個NW跟2的N次方 啊這個實在是 嗯 就是你硬要比它其實是 對就是雞蛋跟蘋果在比較 因為一個有W一個沒W啊 那你故意把說那個W遮起來 我只看N 那當然乍看像2D的DP比較快 這我當然知道問題這不公平啊 因為2DDP要多乘上一個W 可是你看那個暴力窮局有乘上W嗎 沒有啊 它沒有啊 所以你在這個case下 其實你沒有辦法說誰比誰快 這個是搞那個政治人物 他們最喜歡的那個幹的招式 就是給你亂比一通 總之就是各位就不要學壞了 因為這個是工程 所以很明顯的這個兩個東西是無法比較的 那啊 所以剛剛他已經講了 另外一個狀況是W可以很大 那多大呢 其實 你可以直接想W可以超大的 N可能 甚至W可以是那個數字 比如說有人說是N個bit啦 那就講白話就是W可以大到2的N次方 可以想像吧 就W可以跟N的關係其實是可以到exponential的 所以你可以有超大的背包 它是那個item個數的指數的次方 那你發現這個DP workout 我大部分都在算一些很沒營養的事情 因為大部分背包的重量根本就 就是不會被用到的 但是我還是得乖乖從0 一直算到2的N次方的背包size 那你說這個有比較快嗎 當然沒有啊 因為它還是2的N次方 所以其實這個有一個學名 就是剛剛第一個那個二維DP 它其實是有一個學名的 它的學名叫做Pseudo polynomial time 所以注意它其實是一個學名的 所以它就是意思就是說 這個Sudo各位都很熟悉 Sudo code 意思就是 乍看一下以為是polynomial time 實際上是 是個假象 所以 那講白話就是 這個Pseudo polynomial time 其實翻成白話還是 exponential time 各位聽得懂嗎 就是 這個NW其實它的真正的專門術語 是叫做Pseudo polynomial time 講白話就是它的Wall's case 其實還是可以到2的N次方 exponential time 換言之其實這個NW跟這個2的N次方 是半斤八兩 它其實並沒有說誰比較好誰比較差 而且你可以直接說 以算法的角度來講 你可以說Wall's case可能是一樣差的 所以這個是這個大概每次講到背包問題 我都一定會提醒的一個重點 雖然說它這個背包問題的DP是很經典 但是它創造出來的時間複雜度剛好是一個有趣的特例 是一個假的polynomial time 那當然這個話請不要誤解說這個DP是沒入用的 因為剛剛那個 剛剛那位男同學他已經說了 如果在真實舞台上 我非常確定這個W其實不會太大 因為實際上W也是 W很少會到2的N次方 那當然在實用舞台上 這二尾DP在N很大 W比較小的時候 它當然是遠跨於這個爆窮的2的N次方 你想想看如果你有100個item 只有背包只有80公斤好了 這個頂多就N平方 2的100次方 那是個天文數字 你一定跑得動 所以其實 我只是說這個二尾DP其實是有實用的價值的 就是這個 因為實用舞台上的真實的世界的data 它並不是完完全全都是worst case 我們經常很多實用舞台在某個領域像的data 它都會有某些特殊的參數不會太大 抓住這個參數去操作是非常常用的那個實用的技巧 就是實用舞台上我們經常觀察那個資料的一些特性 然後想辦法認出一些參數 然後對那些參數去做特殊的那個最佳化的那個設計 這個其實是很常見的 所以這個其實有差很高的實用價值 只是說在理論上的worst case 是沒有差的 是沒有差的 好啦 所以 剛剛有人有問題嗎 剛剛其實有人回答主期 謝謝你 其實W很大N很小 對 對沒有錯 所以其實有幾個 剛剛一看他都不會 不會那個 顯示出來 所以我要切過去才看得到 好啦 所以我可能要往下摸不到 所以基本上如果說反過來 如果說背包很大 item value不太大的話 其實還有幾 就是換言之說如果背包很大 應該說價值不太大 其實還有幾 所以其實這個DP有兩種 就是如果背包size 剛剛我們講說背包size很大 好像那個DP不太優了 但是其實如果背包size非常大 但是他的價值 像這個你看這個例子 他價值其實不會太大 還有另外一種DP可以有效的解決 但是如果很不幸這幾個都很大 很抱歉就還是要exponential time 抱歉我剛剛這邊是要講另外一個特例 那個特例就是說背包size很不幸真的超肥的 但是他的那個 就是權重很 但是他剛好有一個那個價值那一欄非常非常的小 那你其實是可以對 因為你可以發現 嗯 這邊的參數 似乎有一個比較小的是那個value 那我其實是可以對那個value做一些特殊的那個 DP 大概是這樣子 這題留給大家去發揮 那個助教把他留到那個放到那個Ecos2上好了 所以但是還是請記住 就是說我們看到的NW 或是說如果你們等下剛那一題解掉的話 基本上他都是假的polynomial time 因為那個W或者是那個V其實可以exponential to n 所以基本上Worst case基本上還是一樣 是那個exponential time to n 好啦 所以這個大概是這張slide 好啦 我趕快要往下走了 不好意思 好 那我們最後一個review了 這review完大概就沒有了 這個review呢 是關於圖的 因為大概我們後面也會touch到一些圖的問題 那各位幾乎在 其實應該說各位在大學不學過圖的問題應該還不少 抱歉我這邊只review幾個大家大概熟悉經典的那個最短路徑類的問題 那那最短路徑類其實大概各位都大概學過兩個版本 一個就是有一個固定起點 然後到任意點 然後這個術語叫做single source shortest path 另外一種叫做all pair的版本 就是心理球任兩兩之間 他的那個最短路徑 所以這個是一個更廣義的問題 所以single source其實是all pair的一個其中一個 就是你all pair的求出來 其實你就等於求出single source了 好啦那當然在演算法發展過程呢 現在single source還是比較早 因為它比較簡單 或者說其實實際上經常在問這個 從某個起點到某個終點 那這個最短路徑呢 它的特性就是它也有ultimum source structure 也就是說 假設你s.v是個s.v的最短路徑 假設是經過這些點 那你中間任意解某一小段 其實都會是最佳解 然後這個問題呢 其實最早的其中一個有名的解法 他說最早其實不是很確定 最短路徑的問題 其中有一個叫billman4的演算法 他的發明者就是richardbillman先生 其實他剛好也是動態規劃這個名詞的發明者 就我們常講說dynamic programming這個怪智是哪裡來的 就是這個richardbillman先生他發明的 當他發明這個 這個如果就我查到資料的話 當初他發明這個keyword 其實他自己坦白說是故弄懸虛的 因為他覺得他當初要去寫一個計畫 要跟政府要錢 但是他就覺得這種技巧好像沒有給他扣一個帽子下去 這動態規劃器也沒有扣個帽子下去 不知道怎麼跟人家解釋 所以他最後就發明了一個叫做dynamic programming這個keyword 去糊弄一下 總之就是我們搞電腦人非常會搞這種奇怪的專有名詞 在這個近十幾二十年來更是明顯的 就是我們特別會發明一些專有名詞 去讓外人聽了老半天都還聽不太懂的 這個大概是一種商業化的技巧 所以當初他弄這個dp 其實就我查到他其實也真的是為了故弄懸虛 就是你如果更乖乖的去跟人家講什麼 聽到大家都快睡著了 所以現在不如弄一個聽起來有點玄的專有名詞 這樣比較好糊弄一下 但anyway 就是他既然是dp的對於這個技術非常高超的前輩 他當然他來解最短路徑的時候 當然一樣的是把他的那個拿手本領拿來 拿來再玩一次了 所以當初我們先回憶一下這個single source shortispass problem 再回憶一下他的input是一張圖 每個邊都有權重 那七點是s 那今天假設我想要問s走到v的最短路徑 就是s從大寫的s代表shortispass 那小寫的s代表七點v是終點 那這個s走到v的那個最短路徑 那他需要有哪一些指問題的答案去組合而成 那我想這張例子幾乎已經在告訴你了 你從s走到v的最短路徑 其實如果這個圖的結構大約是長這樣 其實前面長怎樣你可以不用瞄它 因為你只要看最後這一段就好 就像剛剛我們的那個背包問題也好 LCS問題也好 你只要看最後就好了 就是最後一個item要選不選那件事 那在這邊呢 其實你就看最後走到v 我有哪一些路徑可以走進來 你會發現其實只有三個 要嘛你從v1走進去 然後經過w1 從v2走進去經過w2 從v3走過去經過w3 那麼我的最短路徑可以寫成什麼 那我就可以把它的遞毀看出來啦 因為我們說要使用dine programming 最重要就是你要看穿大小問題之間的 遞毀關係式或他們的相依性 那這個時候你會發現 這樣子好像我只要知道v1 我寫錯了 s到v1加上w1和s到v2加w2 然後第三個是sv3加w3 你會發現其實好像蠻簡單的耶 就是說今天我要算s到v的最短路徑 那我不是就只要能夠把s走到v1 它的最短路徑求出來 跟s走到v2的最短路徑求出來 跟s走到v3的最短路徑求出來 不就也結束了嗎 那你到你問說 那請問s到v1怎麼求出它最短路徑 那就繼續遞毀啊 就是比如說s到v1會等於 minimum 看誰可以走到v1 然後s走到 它這邊剛好比較單純 v4 然後加上某一個邊 嗯 這樣加w4好了 所以這個v1比較單純 然後如果是v2會比較複雜 s走到v2會等於minimum s 它有幾個可能v4 加上 加w5好了 因為它邊有點不一樣 或者它這邊有兩個 因為v2還可以從s v5走過去 加w6好了 好就意思類推 所以你會發現你可以一直層層層層層層地解 然後地回一直把問題縮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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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縮小縮小 最後你會發現你只要回答s走到v4 s走到v5 的答案 的答案求出來 就是怎麼從7點走到v4的最短路輯 7點走到sv5 那求出來之後可以慢慢的把這些更長的路徑求出來 或更大的問題求出來 然後最後你就可以退到v 所以一樣可以做partner的dp 可以嗎 所以雖然是在圖上面 但是其實 這個依然可以去做動態規劃 就動態規劃這個精神並沒有說 一定要套在哪兒 也說在圖上也是可以玩這種 精神 把這種精神apply上去 當然我們之前玩的大部分是在 糟糕 就是自竄啊 或者是什麼 背包類的那種 就是組合的問題在思考 但其實你發現這張圖的問題 我依然也可以 把dp的精神apply 所以Howey問的那個 Richard Bellman先生看到這個當然是小菜一點啊 因為他 你看這個太簡單了 這個直接再把動態規劃精神套上去下課 好了 這個大概大學部大家大概都聽過這個 最短路徑的問題了啊 那請問 有什麼bug 就是這個這個 這個這個這個 Bellman先生他 不知道應該說我這張slide 其實已經講完一個這個問題的解法了 就是我要求S到V的最短路徑 可以層層遞回 那最後就是 從S走到V4就是 那請問bug在哪 有沒有人可以告訴我 我們要再玩俄羅斯分盤 已經有回答了太好了今天不用玩了 那個太好了 所以許環瑞不能夠有cycle 有cycle會發生什麼事 有環會有問題 對有兩個有講的 請問是什麼事 問題是可不可以講更精準 負cycle 不一定要負的 對沒有錯 所以其實剛剛嚴格來講 我剛剛漏看幾個 keyword 跟有沒有負 沒有關係最主要是有cycle 然後 遞毀就會有無窮遞毀的問題 所以跟你有沒有復環是沒關係的 就各位我知道都很喜歡被那個復環的事情 但是這是沒關係的 所以其實真正的關鍵是在於 當你有cycle的時候 其實會有麻煩 比如說好這一樣的 我從s走到v 那v depend on v2 s到v2的答案 那v2又depend on誰 depend on v1的答案 對不對 因為這邊有編過來 那v1又depend on誰 哇這下死定了 你發現他又depend on v 那你看到最後 你看這個deep s到v的最短路徑 depend on s到v2 那你發現猜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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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猜到這邊 哇怎麼又出現s到v了 對於這個理論上應該要越來越小啊 可能會發現沒有變小啊 我這個一開始的問題是s到v 已經猜到第三層了 這邊又還是s到v 所以這個其實有個bug 它的問題沒有越來越小 而且會造成一個無窮 就是類似無窮回圈的那種地鬼的事情出現了 所以基本上剛剛那個 那個那個 dp的精神是 假天下其實是合理的啊 應該講 如果你沒有cycle的話 那個一定可以apply 那問題就是 有還的時候怎麼辦 所以難是難在這裡 那那個 Lichard Bellman先生呢 他非常厲害 他一眼就看穿了 這件事情 其實還蠻有趣的 應該是說這個是蠻多 我覺得dp厲害的人就是有辦法 一眼就知道說這個還需要 更高的維度去處理它 什麼叫更高維度啊 比如說剛剛我背包問題講比較快 就是那個背包問題 如果你用一尾的是沒有辦法的 那一定要二尾 二尾就是說你要把 同時把背包的size加進來去考慮 考慮那問題的切割 那在這個最短路情問題上 一樣的那個Bellman先生想到了 如果單純就這個圖的結構去做 Vp的話還不夠 會遇到這個問題 所以我必須再加一個維度 那個維度就是 把使用的邊數 再加上去 使用的邊數意思就是說 因為一張圖如果有N個點 有V個點 那你最短路徑最多最多只會用到幾個邊 N-1個邊或V-1個邊 發現我這邊用V好了 就是假設你整張圖有V個點 那你最短路徑最多最多就是把V-1個邊 你知道就把所有的點點都繞過去 走到終點 這是最極致的 你不可能在那邊繞圈圈 就是 總之就是正常的最短路徑 是不考慮那種negative cycle 但總之正常的最短路徑 最長最長就是V-1個邊 好吧那他就說 那我就把這個 邊數再灌進來 意思說本來我的問題只有問說 從7.s走到終點V的最短路徑 但現在好像故意把問題用複雜了 我再多一個維度說 請問 而且同時最多只能使用V-1個邊 所以這個問題問法變得囉嗦了 變複雜了 但是他因此就可以把這個cycle的問題解掉了 我看我沒有畫我可能沒有畫完 有有有有 所以總之我們再玩一次 就是 這個是現在這個 這個三個格子的定義 就是 S到V的最短路徑最多用多少個邊 然後 initial是問V-1個邊 那一樣的同樣一張圖 所以我們會開始拆解它 所以V會 depend on S 走到V-2 但這個時候注意了 這時候 因為一開始用V-1個邊 那這個時候我既然到這邊 所以我知道說 我一定要走這個W-2V 我寫錯了 應該是W-2V 所以這邊有個小bug V-2V 可以嗎 所以 因為這邊我一定是走這個邊到V 我目標就是V 所以我從這個拆解看來 所以我這邊就是 一定要扣掉一個邊 變V-2 所以這個時候 問題會有點不一樣 你看S走到V-2 這個V-2的問題又是 depend on誰 繼續拆下去 它 depend on V-3 那就是從 S直接走到V-2 或者是從S走到V-1 加上 這邊我就懶得寫很細 應該W-1-2 然後 但不管它重點是在這個點 假設你遞回到這裡了 就剛剛有bug的那個遞回 你會發現 它 depend on誰的答案 有兩個人可以走到它 一個是V-2 一個是V 那剛剛我們有看到了 如果你從V-2來 發現如果你從V來 好像會陷入無窮遞回本來的版本 但在這邊不會 原因是因為這樣子的 你看這個一開始 紅色的這個S走到V 這個問題其實是V-1個邊 如果有四個點 這個V-1就是3 那等到這邊的時候其實已經不可能了 因為 其實這邊有些Case已經不可能發生了 因為我不可能用零個邊走到它 就是這邊已經小於 已經沒有邊可以用了 就是你至少要一個邊嘛 你知道小於一個邊 基本上就代表你可以 return 所以這邊是故意把V-4來寫出來 可是你看如果V-4 那我現在沒有邊可以從這邊走到這裡 那其實這個東西就 你知道就是直接就不用管這個Case 因為這個Case根本不合理 它不會存在 換言之就是說它的問題從大的變成真的開始變小 比如說這兩個SV的問題是不一樣的 一個是可以用三個邊 一個是只能用零個邊 所以問題更小了 是不一樣的 而且它一定會收斂 因為你四三二一零 到零個邊的時候就可以return了 就是你沒有邊可以用了 那你怎麼走到它 這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這Case直接是return的 就是它 它就是沒有答案的 好啦 所以各位可以看出來嗎 就是其實 這個V-4的演算法 其實就是一個 也是一個DP 只是說它的DP引入了一個 邊數去做那個那個運算 所以導致那個 導致那個那個這個負 表現有cycle的這件事情 它不會有影響 所以在有cycle的時候 V-4依然可以work 所以這個各位大學部聽到的 好啦所以 其實V-4本質就是一個DP啦 但我當然每次講到這邊都會特別提醒 那個課本好像 我已經很久沒看課本了 不好意思 不過我覺得它好像從第三版之後 也沒什麼更新了 然後應該也很久沒更新了啦 但其實它在這塊講的時候 反而我們蠻多人覺得它講的不是很好 因為 V-4其實是DP 但在課本的時候它就給你幾個回圈 就是它解釋到這一塊的時候 我們覺得有一點點 不是那麼的那個恰當啦 就是你如果看到V-4演算法 最常看到版本就是寫兩個回圈 I從1到V-1 然後for each edge 幹一個很奇怪的事情 叫RELUX 那講白話就是說 看 從U走到V 它的最短路徑可不可以再下降 還可以 還可以經過這個邊 然後再 再下降 我看有沒有寫UV的那個事情 反正總之就是 這個意思就是說 現在如果你算出來 從S走到U 最短路徑是4 那你再去看看4加2 可不可以比S走到V 這個紀錄的最短路徑還來得更小 有的話就把它下降 這叫RELUX 總之你會看到它的演算法很奇怪 就是I從1到V-1 然後每個邊一直去玩一個RELUX的動作 然後就是 聽得模模糊糊的 然後不是很小的 它在搞什麼 所以這個其實是課本一個我覺得比較 比較比較 微覺得比較不好的地方 那但它Bio的精神就是我剛剛講 它其實BioMan4 是在做Dynamic Programming 所以你們看到的第一個回圈 I從1到V-1 這是什麼鬼 就是當初 這個DP的 新加的那個維度 Number of H In the shortest path 所以當然一開始是 最多是V-1個邊 但你可以發現 我這個地回到最後就是 一定會四三二一 所以最後就是剩下一個邊的時候 我去看從S可以走到C 然後先把那些答案算出來 再算兩個邊的 再算三個邊的 再算四個邊的 也就是說這個事情其實 這個一二三四到V-1 其實就是說 意思就是說我先只用一個邊 我看看S出發走到 可以走到多少的最短路徑 然後再換兩個邊的 三個邊的四個邊的 我看我想畫一張圖在哪裡 在這裡 所以其實 它背後雖然看不到DP 可是骨子裡隱藏的還是DP 也就是說當你都沒有邊的時候 所有的最短路徑是無窮大的 當你可以用一個邊的時候 從S可能可以一個邊走到V-1 所以V-1就是6 X可能一個邊如果有直接跟V-2相連 那就直接是邊的權重是7 如果沒有直接邊相連 那還是無窮大 所以你一個邊的算完之後 你就算兩個邊的 然後兩個邊的話就是 兩個邊就是 會利用剛剛那個精神就是 糟糕 這可能沒有個好例子 就是我用剛剛那個例子來看的話 可能會更好 如果用剛剛這個例子來看 如果I等於1的時候 我S走到V-4跟V-5 轉路徑就出來了 那I等於2的時候 我S走到V-1,V-2,V-3也會求出來 因為這邊就可以用兩個邊走到這個三個點 那一直到I等於3的時候 我就可以求到這個 最終這個V的這個點點了 所以這個是剛剛那個很奇怪的 你們常看到的課本的4回圈的 真正骨子裡的精神 它其實是個Buttona的DP 從一個邊兩個邊三個邊 算到V-1個邊 只是說它寫的有點奇怪 這個大概每次講到這邊都會稍微提醒一下 所以他們兩個是一樣的 這邊我就不講了 在你們在課本上看到的東西 其實跟我剛剛講的是一樣的 只是剛剛那個是比較精確的講法 就Belman先生 他其實是在做Fartner的DP 只是課本不知道為什麼沒有把這句話寫出來 就是總之就當初可能寫的也沒有搞很懂 就寫上去了 所以可能後面就 因為這本教科書 這麼多全世界這麼多學校在用 所以就變成每次都要花點時間 大家都還要再稍微幫他秀一下 可是我其實沒有特別注意 我不知道到第三版後 因為到第二版後 我就已經沒有再認真看了 在第三版之後 我印象中是還沒有 可能還沒有提 就是一本他在這一塊也懶得去修改他的 好啦 所以那時間呢 這就沒有說 那就是oldv1 然後可以處理所有的case 包括有復環什麼的 都可以拆到 你就不講了 好啦 那這個是single source的版本 那後面這個我就要跳快一點了 那在all pair的版本 我看一下時間 不好意思 我可能要注意一下 我要再快一點了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我要加速一下了 在最短路徑我想有兩個有名的DP 一個就是在single source的billman4的演算法 那另外all pair裡面也有幾個有名的演算法 但我想我們只review一個 review一個就是 我先建議一下什麼叫all pair的問題 all pair的問題就是剛剛的廣義版 給你一張圖 本來是給你一個起點 那現在是叫你求出任意起點 任意終點的最短路徑 比如說從1到2 2到1你要給我求出來 1到3 3到1 所以你會發現他吐出來 最後的答案是個矩陣 因為任2 2 所以我有N個V個Vertex 我叫V平方的答案要輸出 所以all pair當然是一個更複雜 或者說更廣義的問題 那當然這個問題其實也可以不太需要智慧去解決它 因為假設你剛剛已經學到Bellman 4 Bellman 4 Bellman 4就是說一樣這張圖 只是我多了一個固定的起點 但是它可以求出1 2 1 3 1 4 1 5的答案 那我就輪流在外面再框一層回圈 把起點換成2再跑Bellman 4 起點換成3跑Bellman 4 所以沒有錯 當然一樣的我可以把all pair的答案求出來 那問題只是時間比較長 所以Bellman 4剛剛時間知道 它其實是比較耗時一點的 它要V三次方 然後V乘以1 但1通常我們如果要再簡寫都會寫 把1當成V平方去算 所以它其實Worst case是V三次方 那你外面再扣一層回圈下去 它就要V四次方 就要V四次方 好啦 那這個有沒有辦法再快一點 其實也有一個 就是另外一個神人想到的 就Floyd先生 就是各位大概也都可能都聽過 Floyd Washo的那個做法 他其實就想到另外一個 第一批稍微比較 不是那麼直觀 我覺得不是那麼直觀可以想到 因為其實Rycha Bellman先生 以編為單位的那個 反而比較容易理解或想到 但Floyd先生他的DP 就稍微有一點點 不是那麼直觀 他定義的那個指問題的那個切割方式 不再是用編的 他是用中間經過的點擊核 所以這個算是一個Floyd Washo的演算法 其實他還是一樣很簡單 只是 應該說看起來很簡單 只是說要去充分的理解 他是難度會比較高的 也就是說他其實在DP的那個單位 把它換掉了 從邊換成點擊核 然後他發現有一些小小的好處 所以我們直接formal的定義他 他的擔憂Program 如果要一句話講完就是 他不再是DP on the number of age DP on the number of subset of intermediate vertex 就是中間經過的點擊核 所以假設這邊他需要一個特殊的符號 叫做VK 他代表是中間經過的那個點擊核 那假設所有點有1號到K號的點 那這樣子就叫做VK 所以一開始當然是只經過1號 然後他把說經過1號的點點的答案 算出來之後 再算經過1號&2號 1號或2號說錯了 然後把1號2號算出來 再算1號或3號 然後一時類推慢慢的把它 所有的問題慢慢的那個 推出來 所以這個其實是非常不直觀的一個DP 那總之anyway 等一下我們會用到一個符號是SKij 所以一樣的這個有一個類似的東西 是這個ij是代表從I走到J的最短路徑 但有一個小差別是這個K 不再代表是邊數 它是代表經過的那個點擊核 所以VK的定義有點tricky 是從1號到K號點 好啦 他發明了一個非常不是很直觀論 第一次聽到了 他一定是一個很不直觀的一個問題的定義方式 就是一樣的 他還是有個類似的 就是說我把那個問題的維度拿大了 因為我知道一定要再靠額外的東西進來 像那個Failman的那個邊數 但他這邊換成那個點集合 或者說點的個數 就是有點不太一樣 但他說如果我把問題從邊數換成點的話 我有很多好處會出現 因為比如說今天如果我要問一個問題 是SKij是說 從I走到J 然後中間可以經過這些K個點 這些K個點 那當然那個K是從E開始 你知道這個 等一下我忘了講 K一定會從E二三四一直到N或V 那總之現在假設一個比較大的K出現了 那他會仰賴什麼樣的指問題的答案 那注意K是在這個圖中的某一個點 所以我用下一張圖來表示 我真正要求是從I走到J的最短路徑 但是你可以稍微仔細想看看 這邊其實可以用到剛剛跟那個背包問題一樣的概念 就是我從I走到J 但是我現在只考慮 因為我現在的問題是多了一個成員叫K點DK個點 我要嘛最短路徑可能是從I走到K 再從K走到J 或者是我完全不會用到K 就像剛剛背包問題一樣 最後一個Item要選或不選 這邊也是精神也是類似的 就算DK號點我可能要經過它或不經過 最佳節有可能經過嘛 也可能不經過 所以我不知道 反正就把這兩個都充舉出來看看 反正都把它拿來看看 所以有經過它的就是 因為有經過它嘛 所以有經過它的話 那個有一個很細膩的地方是 它定義的點幾何是在中間的 注意是不包含兩端的 所以如果我經過那個K號點的話 那我這個從I走到K的最短路徑呢 我就可以用S-K-E-I-K去表示 一樣的從K走到J那邊呢 我也是用S-K-E-K到J的這個notation去表示 注意喔這邊的是K-E 因為它不需要經過K 因為這個是從I走到K 所以所需要用到的點一定不會需要用到K 所以我就可以直接從K-E的答案拿來套喔 所以這個是兩個 這兩個加起來就是 經過K的那個最好的答案 另外一個就是完全不用K啦 那完全不用K 那就是下一個答案喔 所以這兩個合起來 就會變成是這樣子 就是我S-K-E-I-K 到底可以有什麼值問題的答案去推出來 他說答案就是只有兩種 要嘛你經過K一個DK號點 所以就S-K-E-I-K 加上K-E-K到J 或者是完全放棄K 那你就是K-E-I-J 看這兩個數值誰比較大 下課 好啦 這個時候其實他寫出這個數值的時候 已經全部收工了 因為 因為 你當 因為其實DP最重要就是看出這個 遞毀關係式啦 那你會當你會接著問說 請問這每個值問題怎麼接 我就繼續遞毀啊 這K-E-1就要Depend on K-2啊 然後再把剛剛這個再 再一直套下去 所以套到最後你會發現 K一定會越來越小 K會越來越小 所以如果有N個點就 五四三二一這樣一直下降 那 到最後你一定會變成一個很簡單的問題 從K等以E開始 請問 有没有人可以经过一号点走到对岸的 如果一号点是他们中继点的时候 就会有答案 没有就没有 所以这个是一个Floy Washo 他的high level的DP精神 那当然他有一些很细腻的事情 我先不讲 这个他的那个DP其实很巧妙 如果你去观察他的结构的话 他其实他会有点不规则的 去把他的那个最短路径 把他慢慢的组合起来 因为刚刚我们用边的话是很有规则的 我从S先用一个边求出到V2的最佳解 再用两个边求到V5 三个边求到V1 但如果像Floy Washo的话 他是没有这个顺序的 他是以点为做基础 而且是一号二号三号 所以他其实可以很不规则的 去把这个最短路径凑出来 所以这边我就时间关系不讲了 我们就直接讲大家最熟悉的 implementation好了 因为那边可能各位比较有印象了 这边东话请原谅我 总之implementation超简单的 如果你说要讲到实作的话 是简单到不行了 就是K从1到N 然后IJ去一直做update IJ其实是一个矩阵 就是从任意I走到任意J点 你会发现其实 奇怪刚刚那个三维的DP 那个DP其实写下来就是这个三层的回圈 那最外层的这个K是主角 他从一号点走到 抱歉K从1到N 意思代表我中间可以经过1号点先算完 做的那个两两之间最短距离 都求好之后再求K等2 就是让现在K等2意思说我可以从1号跟2号 我可以经过1号或2号 然后把这些case再全部再算一次 因为我要求K等2的时候 K等1的答案有了 所以我就可以推出K等2 所以一直类推一直到K等N的时候 就是任意中间点 我都可以经过了 那当然就是等于原来的问题 因为原来最短距离就可以经过任意点 所以他到K等N的时候才是符合原来的问题 但他最巧妙的地方就在于这里了 他的那个DP的那个主角是这个K 是这个中间经过的点集合 那一个非常小小的改变 你会发现他时间 从刚刚的Buildman 4的V4次方 就下降成V3次方 那下面当然很简单 就是刚刚我讲的DP 就是看看谁比较大 那比较大的就把它 比较短的话就把它update 就这样子 好了 所以这个我就不细讲了 因为接下来大概就是 一些标准的partnerDP 我想可能这个各位自己回去看了 因为大部分都学过了 我今天剩下时间 我应该是要提几件事情 最后 其实是 其实讲这些都是要引言的 刚刚我们讲的那一系列 都是最短路径的问题 那在实物上 其实很多时候 可能会反过来问 那我这边简称叫 最长路径问题 那这个最长路径问题 其实应该讲 有一个精准的定义 The longest path 其实是要一个 simple path with maximum total length 最短的时候是shortest 但是在longest的时候 当然是mess 那注意一下 那什么叫做simple path 就是不能够经过重复的点 就给你一张图 我不经过重复的点 请问它最长 最长最长 是多少 各位听得懂吗 就是给你一张图 最长最长是多少 那 这件事情 其实有点有趣 因为你可以想想看 我刚刚前面问的问题 其实也是一张图 但是我如果问最短的时候 通常都有不错的演算法 不管就各位其实学到了更多 不止Bellman Ford 跟Floy Washo 包括什么 Dyster 还有什么 Want to Wong Johnson 反正总之就是有好几个非常有名的演算法 时间复杂度有点不太一样 或者说有一些不同的assunction 但是你看他们input都是一张图 input都是一张图 然后就是在这张图里面 我问说最短路径的话 好像还蛮简单的 但是我要问最长的时候 其实有点吊诡 他怎么就好像 各位Google下去经常都说 如果你问最长的话 十之八九都有点难了 其实不是每一个 只是说这件事情 各位听得懂吗 其实我今天讲的老半天 重点是最后这个 就是同样一个图的问题 问最短路径跟最长路径 你经常会发现 很多人都说最长路径 可能比较难解 好了 可是这个时候 各位一定会想说 这个事情 真的是这个样子吗 嗯 这样怎么形容呢 就是说 想看要怎么讲 就是说 比如说好了 如果说最长路径好了 如果要问最长路径好了 如果一个最笨的方法 比如说把所有的数字 把它改成负的 然后求一个负最大的 嗯 那我就套Billman 4就好了 可以 各位可以听得懂吗 就是 或者说 我思考一下 或者我们把它跳到 更前面的例子好了 更前面的例子 嗯 看前面有个最简单的例子 就这个好了 就我们第一个例子就好了 比如说 这个这么简单的一张图 各位 你想想看 如果今天我问说 请问什么 哪一个路径 从S走到V 然后思考一下 从S走到V 啊 不然你让我稍微想一下 好 今天假设 我把这个问题改成说 请问 可否apply Dynamic Programming on solving the longest simple path problem 请问可以吗 就是说 刚刚我讲的这个DP 还可以work吗 也就是说 我把问题简化成 从7点S 走到终点V 然后本来是问最短的 那现在假设我把这个改成最长的 simple path的问题 请问刚刚这个 第一批 我还可以试用 longest path的problem吗 我今天最后要问的 要讲的事情是这个 就是各位听得懂吗 就是问题其实你会发现 跟他差不多 就是一个是问最短 一个问最长 那请问同样的DP 可以apply到这个例子上面吗 嗯 好了 有没有人要回答 再cue一个好了 几分了 我快要下课了 好 高陈佑先生 高陈佑先生在吗 有 感谢你的回答 所以你刚刚有在听吗 有 说真的啊 太感动了 啊那个 那个之前 Billman 4有学过吗 呃 有 有点印象 呃 没关系 反正 某某某某某是很正常的 啊 Floy Washo有学过吗 呃 没有 哦 Floy Washo没有 好 也没关系 反正不重要 但我刚刚问题是这样的 因为一开始 我介绍Billman 4的时候 我刻意提一个动态规划 就是我 一开始的目的是 想要讲说 Billman 4 背后隐藏精神是动态规划了 就是说你S走到V的最短路径 你可以仰奈S走到V1 S走到V2 S走到V3 再加上WE23去兜出来 这一开始有听懂吗 就是第一个这个地方 对那我问题 现在问题是很简单的 你不要把它想复杂 其实你也可以不用管那个后面的 Billman 4 或者是Floy Washo啦 其实问题很简单 就是说 我本来是要解最短路径 对不对 这第一回是要求S到V的最短 那我现在如果问题反过来 还是说我们要求S到V的最短路径 就是各位 你可能可能会发现 我常忘了解释 你什么叫最短路径 你说什么时候问这个纯问题 让我思考一下 这个好像是打电动的时候 才会遇到的 各位你知道 以前我们玩一些RPG 最简单 不知道马利欧 马利欧可不可以玩过 比如说在限时10秒内 我要吃光所有的宝物 但是有几条路可以走 你一定要选那个宝物最多的 你又在打马利欧吗 没有 好吧 不好意思 这个是 有点古老的一个游戏 但总之超级马利 是我们的共同的 这个年代共同的回忆 总之就是 这个没有玩过 有点难想象 反正就是限时10秒 要吃掉最多的金币 你只能选某一些路径去吃而已 所以瞬间你要算出 那个最长路径 吃到最多金币的那个pass 其实也是一个技能 所以这个最长路径 反正总之它 有些时候会有它的 等下我会讲 我忘记了 总之 总之就是 请问 请问那个 这个DP 如果改成最长路径 请问你觉得它 还适用吗 就是这个SV等于minimum S到V1加W1 S到V2加W2 S到V3加W3 请问还适用吗 其实我真正问题是很简单的 就你觉得是yes或no而已 其实有二分之一机会 才对 应该是有的 你说 是 有 你说最长路径也可以套这个吗 我觉得可以 废话当然是可以的 对啊 很好啊 你不用怀疑你自己的答案 当然是可以的 谢谢啊 好了 所以其实 当然是可以的 那 接下来问题就来了 为什么我们经常看到 很多人都说 这个 longest pace problem 它是 有 它是 知道怎么讲啊 就是为什么 longest pace problem 经常大家都说 这个有点难 polynomial time 有困难 就这个其实是个问题 如果说 以目前这张图来说 因为它是没有 方向性的 然后也没有 终点 就是它没有说 是A到D 或者什么的 它可能会 一直延长下去 用DP的话 用DP会一直延长下去 然后思考一下 会一直 假设说是A到D 那它可能就 A B D C 然后又回到 A B D C 然后一直 回圈下去 我的想法是这样子 为什么我没办法用DP 比如说好了 就像有回圈 刚刚说可以用 Billman 4 对不对 就是如果你刚刚 有听懂 Billman 4 的话 就有回圈 其实Billman 4 好像 没有bug 因为它把 那个边数 加进去DP的 乍看下 好像也很OK 就是 因为我最多 就是只能用 V减一个边 对 对 好 这个其实有点难 这个不好意思 我谢谢你 你刚回答 其实是代表 你真的有在听 有没有其他人 要帮他补充的 各位听得懂 这个问题吗 就是 如果各位去Google下去 你经常发现 Longest Path Problem 它跟你说是NP 或是没有 有效的演算法 但是你会觉得 这个吊诡 因为像刚刚 这位同学讲的 我其实 好像也可以DP 没什么问题 像刚刚那个例子 我承认可以DP 没问题 比如说刚刚那个DP 可能是没有cycle的 好吧 但是 不知道怎么讲 就是 有没有人猜出来 这个稍微比较难一点的问题 就是 就算有cycle 好像也可以到 Bellman 4 那请问 为什么 普遍大家都觉得 这个问题 没那么单纯 就是Longest Path的 Problem 好像这些DP的技巧 似乎都有一点点 似乎都有一点点bug 那bug是在哪 怪了 我们刚刚好像说 最短路径的时候 Bellman 4 遇到cycle 没问题 它会变速一直 减减减减减 它会区分 那个大小问题 就是 不会陷入无穷地毁 就我们刚刚好像 全部都看完了 但是为什么 Longest的时候 好像 事情没有那么单纯 这个其实 需要 动脑筋想象 所以其实我今天最后 是想要引言 是在讲这件事 就是说 我们大学部 学的最短路径 大部分都有 有效率的经典的演算法 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但是你会发现 当那个问题 切到Longest的反过 它其实只是反过来 而已的时候 你会发现开始 好像有时候又没问题 就像刚刚同学 举的那个例子 完全绝对可以DP 就是没有 那个完全 它讲的大概是对的 就是 没有cycle的时候 直接DP解Longest Pass No problem No problem 所以当insert 有时候会有一些bug 好啦 所以这个稍微不是那么 趣 没有可以容易的想象出来 好啦 这个需要回去 大家动不动拿了 所以这个 就不点破了 虽然我已经有给了一些 表情 透露出一些keyword了 但总之 好啦 那个助教 麻烦把最后这个问题 放上去 为什么Longest Pass 的Problem cannot be solved by the same Dynamic Programming Technique 就是像Bellman 4 好啦 所以各位可以想看看 就是 它只是一个细微地方 一个小小的差别而已 你知道吗 所以通常Longest Pass 的Problem 很多都被证明是NPhard的 所以这个大概是 是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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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刚刚我这个例子 算了我应该skip掉这个例子好了 好啦 所以总之有一些图的绕绕的问题 经常都会 差一点点 有时候就会变成是那个 那个那个NPhard 像这个case 就是有一点点不太一样的是 这我们在开学第一个礼拜有讲 就是说给你一张图 经过所有点一次回到原点 但是他要求的一样是最短的哦 注意是minimum cost 就是这个 但是他有一个小差别是说 虽然是最短路径 但是他要 不要说他要那个 怎么形容 他要经过所有点一次回到原点 然后权重最短 就是 就是他是最短路径没有错 但是是多了一个小小的条件 就是经过所有点一次 这个时候瞬间又变超难的 所以也就是说这个问题也没办法TP 就是也没办法TP 就是有一个叫做TSP的问题 嘟嘟好他也属于无法TP的那个 那个那个category 总之就是 我其实真的重点是讲 有些问题真的看起来有点像 差那么一点点 但是他的那个难易度 瞬间会差很多 所以他这个TSP是 好像是最短路径 但是多了一个条件之后就不容易了 但另外一个也是很经典的 就是如果说把这个TSP问题改成 经过所有变一次的话 其实是有这个鬼问题 就是刚刚是要求经过所有的点一次 但如果你改成经过所有的变一次的话 那就是俗称的尤拉路径的问题 所以这个时候 当尤拉路径 瞬间就很好解了 就是一张图有没有尤拉 它是一番两正眼的 但我们假设他有尤拉的时候呢 其实也很好解 因为有尤拉的时候 就是Return所编的总和 但是其实有一个 稍微更困难一点的问题是说 如果说这张图没有尤拉 好我们看右边好了 各位右边如果 请你从A点出发 经过所有编 一次回到原点 这是没可能的事情 各位可以同意吧 就没有办法 就是没有办法经过所有编一次回到原点 那如果 如果这件事没办法 其实会有一个变形的问题是 如果这张图没有尤拉 这时候就更有 这时候问题才有趣 有趣就是说 如果没有尤拉路径 那你可不可以走出一个 这个叫做 经过所有的编至少一次 但是可以回到原点的 好 我稍微举个例 比如说A B D C 烤码的我突然发现这有点难画 还是我需要一张笔 其实这个问题是蛮有趣的 不知道没有人听过这个鬼问题 这问题是这样子的 它其实跟尤拉有点像 但是不太一样 我怎么找不到我的笔 啊 再点错了 诶 不好意思 让我找一个笔 好 假设我从A出发 我看我这样绕好了 经过这个边 经过三四的边 经过 呃 这个边 好 然后假设我现在走三十号的边好了 哇 这时候你会发现这三四要再绕一次 好吗 我这样很白痴 三十五再绕一次 诶 我怎么绕得这么烂 我发现我绕的权重蛮高的 好啦 我刚刚这个 有点滞胀的绕法 有些边绕了两次 你有没有发现 啊 就是 比如说三四我绕了两次 然后哪个边绕了两次啊 三十也绕了两次 二十也绕了两次 所以我total的权重就是全部的边加上 再额外加上二十三十跟 跟多少靠 刚刚忘了 三十四 嗯 超纯的 诶 有没有人可以找出更好的绕法 我发现我刚刚那个绕法超纯的 我可不可以 erase all links 好 我再绕一次 让我最后再玩一次好了 呃 还是我刚刚那个就是最佳节了 让我思考一下 我如果是这样子绕呢 好像也没有比较好 好啦 这样子会有点不一样 但是 呃 诶 哪个答案比较好啊 我这个好像比刚刚好一点 因为我重复经过的边是十二 诶 我这个好像有比较好 比刚刚的答好 诶 好像也没有 诶 拍谁我再想一次 这样我刚刚重复经过的谁 哦 重复经过的四十二 跟三十四 好像半斤八两 没有好到哪去 嗯 总之 这个是一个有趣的油拉路径变形问题了 就是一个边 你还是得经过锁边至少一次 但是像这张图没有办法走油拉 所以有些边一定要走到两次以上 那请问怎样子绕 他total的边数会最少 这是一个有趣的油拉路径变形板 这个有人听过吗 我应该问一下明天打比赛的 反正明天可能不一定会打 诶 那个王千进还在吗 对 为什么我没有出过这种题目 我常忘记 以前常出题 但是 好啦 因为这一题应该是扣比较 城市比较麻烦 有时候太难写了 我就会偷懒 不好意思 就是出题有时候就是很麻烦 就是不是只有出完题目而已 你还把题目包装成你们看到那个样子 然后自己还要写扣 还要深测枝 然后测老半天 通常这个光出一个题目有时候就要一天了 有时候倒霉要用到复杂按到两天 所以有时候出太麻烦的会制造麻烦 所以很多时候就会避免出一些自己都很难去验证自己扣人或bug的那个 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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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然的话其实我觉得它是有趣的 不然的话其实我觉得它是有趣的 那尤拉路径应该听过吧 尤拉路径应该是OK吧 所以大部分都会多多少少提到说一张图的一个性质 但我们说一个尤拉路径变形版是这样的 就是一张就是一样给你一张图 只是说它因为它没有尤拉 所以有的边就要走两次 但如果你走两次 你选择谁走两次就会有不同的差别的 像我刚刚已经示范两种走法了 它的那个total的权重 就是说边包括你重复绕的 那其实它的那个秀华不敢 可以感受出来吧 就是它的那个 它的那个最终的total的权重 其实一定还是有一个更小的 所以这个是一个变形版的尤拉 就是说允许你重复走的时候 那请问minimum cost是多少 这问题如果有人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思考看看 就是 反正如果有人有兴趣的话 你可以查查放在ecost2上给大家参考 不然我就出个作业好了 反正其实还蛮好Google到的 因为尤拉太经典了 所以这所有的变形版 早就已经被研究的很透彻了 所以这个变形版简单来讲 如果我记忆中没有错的话 它其实还是属于那个p的问题 就是它它应该是有有效率的演算法 我应该是没有印象错吧 对应该它还是有一个有效率的那个 技巧在了 其实有点久了 但总之这个是一个有趣的问题 就是如果大家对这个走来走去 怎么样让它成本最小化的话 尤拉是一个一个经典的事情 但它其实有一个变形 我觉得比较有趣的 因为经典的尤拉就很简单 问这张图里没有尤拉 那个小朋友都可以回答 但是如果像这个变形问题就比较麻烦了 就是怎么去绕的话 这个就很多种绕法了 好啦所以这个给大家知道一下了 就是这张最最后重点就是说 有一些问题就是 它其实差一点点 像尤拉跟这个tsp 一个绕点一个绕边 但是你发现只要绕边的问题 不管这个原始尤拉或变形板 反而都是存在有效率的演算法 一本这个看起来很不直观的 这个很像蛮困难的这个尤拉变形板 可以绕两次以上的 其实还是有有效率的演算法 但反而像这个很单纯 经过所点一次 经过这么多年都还是没有 好啦 所以就大概给大家暖身一下了 就是回忆一下各位大学部学过的方法 然后总之就是 我们在下礼拜就开始进入我们的课堂重点了 好啦 那我今天就上到这边了 好啦 那各位那个就赶快去吃你的早餐吧 嗯 中午到了可以吃早餐了 好啦 那我没有其他问题 今天就到这里了 下礼拜再继续 下礼拜再继续 有人说什么 有瓜虎来宾的 嗯 嗯 OK 所以我不知道各位 Office 365 就不会有这个问题 好 各位考虑一下那个Andy讲的就是 嗯 嗯 他觉得有些人会被困在那个拉比的就是 你有用这个Office 365 登录Microsoft的啦 啊 好吧 我我我我大概知道这个Trouble 但是 但是之前我曾经有找到一个设定是可以 让他把把把把把把拾拉比的 但我今天居然找不到了 那微软有个让人很讨厌的事情就是他那个选单哦 总是搞得非常的复杂 所以很多时候突然要找一个选项 都是在那边 对啊就上次我真是麻烦 就是我都看懂了 好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 每次好像我都要重新设定 我发现我现在才找到 他有一个选项是可以让那个 他所谓拉比那件事情直接bypass 就可以直接进来的意思 但是对啊 我就是不管了 我再save一次好了 希望下礼拜不会再出现这个鸟事情 好了 这个总之且战且走 反正没有听到没关系了 好了 所以各位就去吃中餐 我们下礼拜见了